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经济部方面提供了夜市的抵用券200块钱 总之这次叫做小确信的加码拍板的国旅部 有人说小确信但是好复杂 这波加码总共包括有活络产业文教 还有环境教育交通优惠等三大方案 不像是在夜市的抵用券方面 使用上是有些限制的 在昨天有些民众反映说设计太复杂了 恐怕会抵消不少人的消费意愿 联邦今天在头半头条也是说 在林佳龙的旧观光的再出招 说百亿融资纾困履宿业 林佳龙昨天邀了金管会财政部 经济部等单位会商 确定将由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 办理旅宿业的贷款信保 总额度高达了100亿元 最快在这个月就会实施了 那么因为有很多的业者 是跟林佳龙陈勤说 去银行很多的银行 就把我们观光业视为是危险产业 我们就要去信贷的话 拿到利率甚至非常的不理想 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现在林佳龙跳出来说 百亿融资要纾困履宿业 好 这么多这么多的 这个旧国旅的一些方案出来 到底有没有效呢 就学界的看法呢 说你政府的这个做法 只是解决业者暂时性的一些财务困境 毕竟这贷款是有借有还呢 还钱的前提就是 整个大环境必须要变好 但是你当各种补助不断的投入 市场还是没有办法健全发展的时候呢 对观光业来说 并不是特效药 反倒是无效的叶克膜 恐怕是救不起来的 也有学者直言说 明年总统大选逼近 一切都是选举战 政府不愿意做基本功 投入基础建设 半年内看不到 只能够砸钱 看似有做事情 其实安的只是自己的心而已 联邦今天在内也提到了防非洲猪瘟 所以包括了新加坡 马来西亚印尼 问来的入境行李呢 接下来都是百分之百的 要做检查了 好 这个社会消息 今天自由时报做到了头版 这是疑似属下 A百万元 放话要彻查 这个钱庄老板 遭到了这个焚尸的一个惨剧 这个钱庄老板呢 姓施 他发现说员工做假账 准备全民要清查 结果呢 涉嫌吞款的员工决定 先下守围墙 所以总共有三个员工呢 他们就先绑架了这个老板之后 把老板再到宜兰去焚尸 烧了八个小时以上 烧到只剩下骨骸 然后把敲成骨灰掩埋在土里面 后来是因为这个老板的家属 发现人不见了 慢慢的追查 才找到这三个员工的涉嫌重大 新北地检署昨天训后 生涯觐见了这三个人 好 这个钱庄大亨呢 他有很多间的店铺啊 他在年轻的时候 曾经担过知名的 国内的马雷蒙舞团的舞者 长相斯文 保养又好 五十岁的人 看起来像是三十多岁啊 那么也说 没有想到勤俭又持家的他 这次会遇害 好 这个消息呢 在今天的这个水果日报 还有自由时报的头版当中 都会看得到 联合报今天在头版 二提示美中贸易谈判 在十月份复谈这个好消息 其实也让今天的欧美股市呢 都是上扬的一个情形 中共商务部在昨天上午宣布说呢 他们已经跟美国方面说 十月初在华盛顿要举行 第十三轮的美中经贸的一个高层级的一个货商啊 这个消息其实激励了今天美国的表现 今天美国的涨幅都超过了百分之一 像道琼涨了三百多点 废半的涨幅超过了百分之三 在美中贸易战所传出的这正面消息呢 谈判是有些进展的可能 其实昨天台股呢也表现得好 不过其实还有些要观察的点 因为中国大陆方面说呢 现在应该讨论的是 取消包括五千五百亿美元 中国商品进一步的加征关税 目前还没有考虑撤回 在世贸组织对美国这边的诉讼 因为中国大陆在WTO这边已经先告状了 好那美国方面其实也好像没打算松手啊 就这边说我们十月份会有进一步的一个会谈 但是美国打击华为方面也未见松手 所以国际上都还在观察 好政治方面的焦点 今天联合报的内页说 蓝绿啊还有在郭泰明 还有韩国瑜方面 下个月呢在华府这边要过招哦 先看蓝绿是怎么过招呢 根据了解呢 因为在美国美台商会所主办的 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呢 在之前两年都缺席的蓝银 今年会派韩银的国政顾问团的成员来参加 说呢这次去参加 在会后还会见想见的人 另外根据了解 在民进党方面也计划在十月中 与大华府地区造势 现在正在安排重量级的党内人士访美 蓝绿在华府场内场外都会交锋 好除了蓝绿的交锋之外呢 蓝银可能成为总统大选对手的 韩国瑜跟郭台银呢他们十月份也都会赴美 到时候这美国华府就是2020台湾大选的海外战场了 韩国瑜的行程方面呢 现在说还在安排大概可能的日期呢 是在十月的第二个星期 就是十一号到二十号之间到美国去了 这次韩国瑜到美国除了会拜会 美国国务院跟重要人员之外 也会在桥界办大型的造势 向美国展现韩国瑜号召庶民的实力 好郭台银方面呢 他郭伴证实说 对的确呢 郭台银他跟川普这边 川普一直邀约哦 所以郭台银他会走一趟美国 他并且强调说了 这个郭台银跟美国之间的沟通管道 是不用透过AIT的 是可以直达白宫的 那么柯文哲说 大概这个时间会在十月份 其实郭银说这个时间还在进一步桥哦 那么是不是去跟美国报告要参选的事情呢 昨天郭银方面说这不需要报告 因为台湾选举关美国什么事情 为什么需要到美国去报告呢 好韩国瑜最近的被放大性的检视 他的一些言论 像是他之前讲到说这个鸡呀 凤凰的事情 叫海关跟移民署的业务方面 他有一点就是把他搞混了 昨天韩国瑜他就以芝麻跟烧饼 哪个做比较重要来做比喻 就海关部分 其实可能就是你看起来像是芝麻 那比较重要是烧饼的部分 这才是他想说的事情的一个本体 另外韩国瑜昨天也开出一个支票 他说如果他当选总统的话呢 他把高捷延伸到林园地区 这吴敦义说这个小英才是中共最大的代理人 昨天蔡英文回应了 他说吴主席这话听不太懂 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呢 陈明文的三百万元 今天在联合报跟中国时报都做得比较大 昨天在审议两天之后 陈明文终于是出面了 他说这个钱真的是从我家里面拿出来的 他还出示了几张照片 就是自己提着行李箱 从家里面坐电梯出来的监视器的照片 说我真的是从家里面拿出来的 那么因为这个钱就是这个亲属之间的借贷关系 所以都有详细的记录 绝对没有不乏洗钱或没有申报的问题 他说如果大家继续说什么洗钱等等的话 他一定要提告防害名誉 他昨天是非常的不高兴 不过今天联合报就说 其实外界更关心想问陈明文的事 好钱是从你家里拿出来的 但是钱是怎么进到你家里去的呢 这钱从哪里来恐怕才是大家现在最关心的 好绿营担心说这陈明文的300万元 对选情会有冲击 令蓝音昨天也谈到法部次长蔡壁仲 他前天说 你看陈明文这个钱子每次都是分次提领 每次没有超过50万元 依法确实是不用申报的 所以昨天国民党立委柯志恩就说 哇厉害了我的法务部 你这是在教国人怎么钻洗钱的漏洞吗 中时报今天的头版头条说 这大人都说话了 300万元仪云现在检察官还办得下去吗 其实包括了这个法务部的次长蔡壁仲 内政部长徐国勇都说 陈明文的情形没有洗钱没有洗钱 好那么现在接下来呢 上面的这个长官都已经说话了 陈明文这边检调怎么继续办下去 看看是不是有些洗钱的问题呢 好李游龙他是郭银的发言人 蔡庆瑜他的夫婿 那么李游龙他昨天上新闻了 因为他在担任新竹县的文化局局长 有公家车呢拿去这个私人用的一个情形 甚至还有说部分的采购有些疑虑 昨天呢李游龙很快就辞了文化局的局长 不过他其实在这个新竹县这边 他的统育风格是比较强势的 比如说他上任之后呢 科长全部都异动了 所以也有些争议 还有就是这个郭台银跟吴敦一 有没有可能见面呢 说9月17号呢 可能郭台银在之前就会宣布要不要参选 所以吴敦一这边也希望赶快跟郭台银见个面 不过现在郭银已经说了 9月17号之前没有机会见面哦 这个礼拜天对于韩国瑜来说 是个重要的一个考验 因为在新北这边的造势 韩英希望呢能够在目标10万人 甚至能够冲到20万人是最好 在三重这边的一个造势场合 好经济日报今天的头版头条 外资大买188亿元 台股强涨写下四大亮点 包括上市贵的成交量将近2000亿元 指数占上了所有的均线 大力光冲上了4000块钱 在欧美央行将接棒降息的消息 不过全球的降息循环 现在还走不到一半 因为今年以来各国的央行降利率32次 有江亿元就说呢未来一年恐怕会再降个58次 好大力光的好表现 8月份的营收是爆充 新iPhone助阵 月营收首次攻上了6字头达到64.76亿元 股价重返4000 好这就今天的十分钟早报新闻 我是张庆龄 下周我们空中再会咯 拜拜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沫横飞